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光严万物线上研讨会的直播间。 本次会议由一同光电旗下知名的产业服务平台光电会主办。 光电会致力于为行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策划了光严万物系列线上研讨会, 邀请知名技术专家分享前沿市场与应用趋势。 本次会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ManoSystems公司应用工程师台昭阳博士为大家做分享。 台博士,中国山中大学从事材料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国家寿石中氢量子光学硕士, 物理学博士,博士期间从事超稳激光器的研制以及光学频率书相关应用的研究, 2018年6月加入Mano公司成为应用工程师。 同时,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Mano公司的Zack Smith博士、 周浦博士、杨海东硕士和大家一起交流。 下面有请台博士为大家做分享。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Mano的光书网络研讨会。 在正式开始今天的报告内容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ManoSystems公司。 ManoSystems是世界上领先的高精度计量设备的生产厂商。 因为获得诺贝尔奖的光学频率书技术而闻名。 Mano在德国的慕尼黑是有总部,在美国、在日本都有分公司。 那中国的分公司我们今年也会成立。 Mano的客户主要是一些大学研究所,一些定点的高校研究所。 那还有相关的一些工业的客户。 稍等我把激光笔拿出来,这样好一些。 Mano的产品主要是当然最著名的是光学频率书。 我们的光学频率书有最好的稳定度、准确度以及最好的可靠性。 其次呢,光输相关的还有超稳激光器,这种亚核子的激光器,我们可以在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波长都可以做。 还有呢,还有这种开核子的激光谱的系统。 另外,还有包括Figurnite所磨的非秒激光器。 除了今天,除了我作为主讲人之外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三位专家。 第一位是Mano的光输部门的产品经理,Dag Schmidt博士。 第二位是我们Mano中国区的负责人,周库博士。 以及我们Mano中国区的销售经理,杨海东先生。 这个我想提一下,就是大家在看直播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讨论区里和我们三位嘉宾来进行一个互动。 他们都会随时为大家来解答大家的疑惑。 欢迎大家来隐约的来讨论。 好,那我们切入今天的正题。 为什么需要光学频率书? 一个简单的光输的介绍,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应用。 主要分为这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一下光输的基础的知识。 第二部分大概简介一下Mano的一个光输的产品。 第三部分着重讲一下应用。 第四部分呢,就是在应用里面我们会穿插一个SmartComb,就是紧凑型的光输的一个演示。 那好,那原理呢,首先我们可以从激光的一个分类来入手。 那激光大的分类呢,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连续激光,就是电厂是一个正悬波。 第二种呢,是脉冲激光。 它的电厂是一个一个的脉冲。 在石域上呢,这个CW激光是一根Delta函数。 那在对于脉冲激光呢,它的石域是一根一根的这种线。 其实可以看到它有点像是一根一根的疏尺的形状,有点像这种书状谱。 那这种书状谱的间隔呢,叫做重复频率。 它就是这个脉冲,一秒钟发出多少个脉冲。 也就是它的脉冲周期的倒数。 那脉冲激光器是不是可以叫做光学频率书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叫。 因为它有两个参数是自由,这两个参数是自由运转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重复频率,还有一个叫做偏移频。 这个偏移频率呢,体现在这个第一根书尺,离开这个零频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想带着这三个问题来进行下面的讨论。 第一个,这个宠物频率在整个光谱的范围内,它是不是一个完全的等间隔。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偏移频率它的一个起源是什么? 以及如何测量,以及稳定这个偏移频率。 首先呢,我们可以从锁磨的原理来入手。 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 那从原理上来说,锁磨激光器, 它是由N个,由多个这种在枪内震荡的这个纵膜叠加形成的。 那么这种纵膜的叠加呢, 最后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这种脉冲的一个输出。 这种脉冲的稳定度有多好呢? 其实在光树发明之初的时候, 门楼的创始人, 恨史教授就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小组包括门楼的CTO, PORONA的HOSTWARTS, 他们对这个重复频率的一个稳定度, 或者说它间隔的一个, 一个一个准确的一个间隔的不确定度进行了一个测量。 这个不确定度在一个小的负氏器四方量, 也就保证了这个疏尺的间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那么这种锁模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般做锁模的原理, 做锁模的一个操作是在实域上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脉冲的一个CW运行的部分给它抑制, 然后把它脉冲运行的部分让它很好的运转起来。 通过呢就是把这个CW运转的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低的强度的部分引入一个大的一个损耗, 那在强度比较高的部分, 我们损耗相应的小一些, 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越来越尖的这样的一个脉冲。 MENLO的锁模技术呢叫做Figure-Night技术, 这个是基于这种肥溅机放大环境镜的技术。 这种技术呢是MENLO的一个特有的一个专利,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MENLO已经申请了专利, 17年的时候这个文章才发表出来。 那这个技术最大的优点呢, 其实就是相比于比如说CSAM, 它没有可保和吸收体, 因此呢它的固有的一个噪声会比较低, 而且它没有这种CSAM的寿命的问题。 那好,那刚才说的这个锁模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空墙呢, 我们知道激光源里告诉我们, 这个枪里面它是有增益介质的, 那这个增益介质呢必然会引入一定的色散, 这个色散会造成一个什么影响呢? 就是说它这个群速度和像速度之间会有一个偏差, 那这个偏差最后会在频率上体现为一个叫做载薄包罗相移频率, 它就等于这个载薄包罗相移, 载薄包罗的相移除以2π, 然后这个周期。 好了,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给光输下一个定义了, 那其实光输可以说它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非秒激光器, 那么不同的是光输它的重复频率和载薄包罗相移频率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刚才还没有说这个载薄包罗相移频率怎么来测量以及怎么来稳定, 怎么来测呢?这个是汉氏教授的一个主意, 就是我们把这个光输的频率扩展到一个倍频层, 然后在它的低频的部分我们把这个频率数值提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个倍频, 倍频的频率和它高频的这个相应的数值来进行一个拍频, 那倍频的这个频率是二倍的括号N倍的重复频率加F0, 而高频的这个频率呢它的F0是一个,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拍频的频率差F0, 得到这个F0以后我们就可以稳定了, 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可以把光输的定义给出来, 就是说光学频率书它其实是一个重复频率, 还有载薄包罗相移频率都完全给它稳定住的这么一个脉冲激光器, 那好,那怎么来稳定这个重复频率和载薄包罗相移频率呢? 其实有两种方法, 首先呢可以把它把这两个频率锁定到一个摄频上面, 这边是一个Figur9的震荡器, 然后重复频率我们比较好来探测以及锁定, 我们直接用PB探测重复频率, 最后反馈到枪肠上面, 载薄包罗相移频率呢, 我们用这种刚才提到的这种F2F的干涉仪, 然后可以把这个载薄包罗相移频率来测出来, 测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锁箱电路里面, 最后再来反馈到一个激光器的相应的一个电流, 或者是温度等等等等上, 或者EOM, 在门口我们使用EOM, 那这种锁定到摄频上的方法呢, 有比较多的一个优点, 第一个, 相对比较简单, 所有的这个输持的模式呢, 也都是一个稳定在一个绝对频率上面, 其次呢, 它因为它稳定到了这个一般这种射频参考会是一个原子中等等, 那这种射频参考呢, 可以确保这个输持的间距稳定, 而且它参考到了一个绝对的频率, 绝对的一个秒的定义上面, 而且它长期稳定度比较好, 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我们因为锁定点是在射频, 那其实根据光输这一公式, 我们在光频呢, 这个我们把这个射频的噪声给它呈上来了, 那么这种上转化, 把这个射频噪声上转化的过程, 会引入一个N平方倍的一个噪声的音, 相应的呢, 我们输持的这个线宽会比较宽, 在Melo这个输持的线宽是50kHz, 这个线宽呢, 其实主要是由光输自由, 智囊器自由运转的时候的线宽决定的, 因为我们一般是出厂的时候只配一个小炉中它的稳定度, 包括香皂不是很好, 所以它对于线宽没有压窄的一个作用, 那另一种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光输锁定到一个光学参考上面, 一个超纹激光上面, CEO的所向还是一样的, 还是锁定到一个射频参考, 那对于重频这边, 我们就不锁重频了, 而锁定的是一个光输的书尺和外参考, 外面的一个光参考的一个拍品, 一个超纹激光的一个拍品, 最后把这个拍品来锁定, 这样呢也就完成了一个光输的锁定, 我们用CW激光器一个超纹激光器和这个光输的临近的数值拍品, 把这个拍品锁定住, 那这种锁定有更多的一个优点, 第一个它支持一个普得纯净度的一个转移, 这种转移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在520到2000一这么大的一个, 基本上是光输可以覆盖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内, 可以保持一个亚和兹的一个殊尺的线观, 这个是非常是非常了不起, 也是MENLO的FIGUR9的这一套专利, 才能提供的这么一个舒适的线观, 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是参考到了光学频率上, 参考到一个光参考枪上面, 所以它的相造非常好, 那我们可以下转化, 把这个光学频率除到射频来产生一个超稳的一个微波信号, 也有缺点, 缺点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超稳激光器, 那好消息是MENLO也有这种超稳激光器的整套的产品出售, 非常的紧凑, 待会也会有一个实物的照片, 另一个呢, 这种超稳激光器的参考, 它因为它的枪,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图线, 但不是一个绝对参考, 所以它会有一个5兆赫兹每年的一个线性飘移在里面, 那这种飘移呢,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Dedrift的方法来给它补偿掉的, 一般我们找一个绝对的参考, 长期纹度比较好的, 比如GPS或者其他的一个钟, 我们把超稳激光的这个, 可以在超稳激光上面做一些设置, 来来补充, 来来Dedrift这个本来的一个飘移,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Spectral Purity的Transfer, 那怎么来证明这个每根数尺的线宽都小于1赫兹呢, 那首先我们把这个光输锁定到一个1542的超稳激光上面, 然后我们和729的一个超稳激光来进行拍屏, 这个是一个拍屏的原始数据, 可以看到这个拍屏的结果就是小于0.3赫兹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超稳激光它的一个线宽也就是在零点几赫兹的一个量级, 那这个0.3赫兹里面就包括了两台超稳激光的一个线宽, 以及输尺的一个线宽, 其实输尺的线宽也是远远小于这个0.3赫兹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方法也就证明了, 从1542到729这么大一个跨度, 217个泰赫兹, 87万根输尺这么一个跨度内,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亚赫兹的一个光输输尺的一个线宽,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光输不会对测量, 或者说是对锁定造成一个影响, 那这个也提到了是德意云门楼的这个飞格奈的超低像子造的一个技术, 好了说了那么多, 实际的系统长什么样呢,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系统, 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光学部分, 一个是电学部分, 光学部分呢, 包括这种包括这台飞格奈的这个飞秒激光器, 震荡器以及一个预放大, 那这边呢是一个F2F的一个装置, 它是一个全波道的一个装置, 整个呢放在一个面貌板上, 这个面貌板可以往里面通水冷, 那这边的电学装置呢, 最下面是一个电脑, 上面有震荡器, 放大器的一个泵浦电流的一个控制器, 在上面呢是锁重频, 锁CEO或者锁拍频, 锁CEO的一个锁向电路, 那上面可以放鼠标键盘, 以及这边有一个24寸的一个大的触摸屏, 这个触摸屏里面包括了, COME Control和COME Watch的软件, 可以直接在上面点, 包括了用于监测, 拍频, 无差信号等等的这种, 频谱仪式播器等等, 可以在上面进行显示, 那这种光束的一个特点呢, 是它的一个噪声比较低, 可以看到这边的稳定度, 可以达到5成10的58次方秒晚, 那然后呢, 它的重复频率是在250MHz, 光谱呢, 可以扩展到530到2100Nm, 一般是有6个输出口, 可以最多有8个输出口, 每个输出口可以大于10毫瓦的一个输出, 那除了这种大的光束以外呢, 门路还有这种特别紧凑的一个光束, 一个19寸的机柜, 3U, 大概也就电脑的一个主机, 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放在这里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光学频率书呢, 里面呢, 包括了所有的光学和电, 电学的一个设备, 甚至包括了拍频和技术器在里面, 那然后这种光束, 它的特点当然是比较紧凑, 那它其他的输出呢, 其实和这个大的光束也是类似的, 它可以最多有6个输出在1560, 也可以扩展到一个500到2000的一个宽谱输出, 那它的稳定度呢, 也可以到7乘式的-16, 注意到这个是一个所光屏的一个稳定度,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么小的一个smart home, 它也支持进行一个光屏锁定, 那光屏锁定需要这种光学的参考员, 就是超纹激光器, 闷路呢, 对于这种超纹激光器做的是非常的紧凑, 只需要拉根光纤出来, 用户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种超纹激光器呢, 它也是在集成在一个标准的19寸机柜里面, 然后包括了这个超纹激光所有的东西, 下面是枪, 真空箱等等, 隔阵平台, 上面有PDH的电路, 有离子泵, 离子泵控制器, 包括激光器, 还有试波器等等, 那这种超纹激光呢, 我们波长可以覆盖500到1600纳米, 就是说500到1600纳米, 如果客户需要哪个波长的超纹激光器, 我们都可以来做, 然后呢, 稳定度我们可以做到7乘10的-16次方的描稳, 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当然也是一个亚盒子的输出, 那这台呢, 是基于这个PTB的12厘米的这种枪, 那么还有更小的一个超纹激光, 这边是基于NPL的5厘米的这种, 抗震性能非常好的一个枪, 立方体枪, 那这种系统呢, 我们可以做到19寸机柜8油的一个输出, 一个一个高度, 那么这种高度其实不到半米, 如果就是客户对于体积, 对于这种超纹光的体积非常在意的话, 这个小型化的非常迷你的这种超纹激光,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也是包括了所有的光学和变学的设备, 直接拉一个光线出来就可以用, 只是呢, 它里面没有加这个主动个人平台, 所以它的体积更小, 然后它的稳定度呢, 只是做到了5乘10的-15, 其实对于很多应用来说也是足够的, 那它的线宽小于2赫兹, 如果加了主动个人平台的话, 大概会拨几个U出来, 那么它的稳定度会做到低的-15四方量级, 线宽也会小于1赫兹, 那好, 那介绍完了这个原理和产品以后, 下面我主动来介绍一些光束的应用,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是这个光束研讨会的第一部分, 我们主要讲左边这四个应用, 包括高进度的计量, 包括光束作为频率参考, 还有这个光线链路, 还有双光束的光谱, 这个光中和超微波的产生呢, 我们计划在第二部的这个光束网络研讨会里面, 再给大家来奉送吧, 希望大家还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第二部, 好的,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高准确度的这种光谱, 这种计量, 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 用这种锁磨激光器, 用这种皮秒的锁磨激光器, 已经在做这种高精度的浦的一个测量了, 其实当时也是汉史教授在斯坦福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相关的研究, 那么, 那么其实,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 时间频率可以比其他的基本物理量都测的更准一点, 那光中在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个-18, 甚至是更高的一个频率准确度和稳定度, 其实1981年的时候, 诺贝尔奖获得者肖洛教授, 也就是亨氏教授的老师呢, 就说过这么一句著名的话, 就是永远不要测, 除了频率以外的别的量, 那光束, 对于这个经历光谱的测量, 它其实就是测评, 那么光束可以支持一个更高的稳定度, 这边是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在光束发明之前, 这种轻的ESRS能级的测量的准确度, 是在一个-12, -13次方这么一个量级, 那光束发明以后呢, 这个准确度直接提高了20倍, 那光束测量这个频率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样呢, 其实就是一个用光束来和CW激光, 在侧的这个CW激光来拍屏的一个原理, 那这个这边是一个原理的示意图, 我们这个CW激光的一个频率, 给我们看是这个浅蓝的线, 那光束的输尺呢, 是这样一个跟一个的输尺, 那么我们的CW激光的频率, 可以表示成光束的这个输尺, 其实是它临近的输尺, 这边加一个限制条件, 表示和它离得最近的这根输尺, 然后和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个拍屏的频率差,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光束的这个公式是Fn等于N倍的充屏, 加上一个便宜频率, 那么最后怎么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0和F2, 以及Fbit它都是在射频, 我们可以用计数器准确的给它测出来, 我们MENLO的光束的软件里面都有计数器, 也都有这个显示,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很准确的读出来, 那但是我们知道这边还差了一个这个N, 也就是哪根输尺, 这个怎么来确定呢, 一般有这几种办法, 第一个是用一个波长剂来确定, 需要的是这个波长剂的一个准确度可以小于这个重频的二分之一, 因此可以分辨一根一根的输尺, 那第二个呢, 我们不用波长剂, 如果我们的光束的重频可以大范围的来调节, 比如说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这个是MENLO的光束独有的一个超大的调节范围, 如果在这个范围来调节的话,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 解出来这个, 这个是第二种办法, 不用波长剂的一个办法, 那第三种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双光束的办法, 当然如果有两台光束的话, 这种办法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那一个实例, 那就是MENLO的同事呢, 他们租了一个车, 在欧洲, 在德国附近, 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巡演, 在这三个国家, 用三天的时间, 走访了五个计量院, 三个国家呢, 分别是奥地利, 斯洛伐克和捷克, 就是把这个smart comb装在车上, 然后去各个国家的一个国家计量院, 来对他们的这个, 用作长度计量的这些激光器, 来进行一个校准, 或者说是测量, 那这些激光器呢, 包括了这四台633纳米的一个点纹屏激光器, 以及一个1542纳米的一个DNA, FB激光器, 一个以缺吻屏的激光器, 那这边这张照片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奥地利的国家计量院, 最左边是这个matus教授, 然后右边的这两个是我们menlo的同事, 那这边光学平台上, 这个白色的小的一个盒子呢, 它就是smart comb, 这个这边这台黑的激光器呢, 是它的点纹屏激光器, 那其实我可以看到, 这个matus教授还有我们的大的这个光学频率书, 以及这个应该是超纹激光器, 它有全套的这种menlo的计量的工具, 可以帮助它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光学频率计量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它把它的smart comb锁到它实验室一个轻中信号上面, 然后对它的点纹屏激光器进行了16小时的一个测量, 测量的结果呢, 是这个点纹屏激光器和推荐值之间差了一个大概3k赫兹的一个偏差, 那其实这个偏差呢, 不是实验中的偏差, 不是由仪器引入的, 而是呢, 这个激光器自身的一个频率的一个飘移引入的, 因为之前呢, 我们matus教授和我们的同事也用这个大的光学频率书进行了一个相同的实验, 得到的也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数值, 也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激光器自身的一个飘移, 那么这边是一个点纹屏激光器的一个稳定度曲线, 是按照基本上是按照根号套来下降的,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点纹屏激光器的一个稳定度曲线, 那好, 那我们现在重场休息一下, 我有请我们这个Thunder博士, 我的同事Thunder博士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smart comb, 怎么来测这样一个cw激光器的频率, 然后呢, 我放一下这个我们呃, 事先录制好的视频。 so hello everyone, I hope you are enjoying the seminar so far. uh okay, so what we have here is the smart comb, which is our most compact frequency comb, and it has everything inside, so all the optics, all the control electronics, everything is inside this box that you can see here. so typically, the smart comb comes with a bit detection unit at 1542 nanometers, but we can put another two bit detection units at the wavelength that you want. so what you see here are the ports, so one for input another for the output, but you can have up to two input ports and up to six outputs, so it would go in a square all the way here. here we have the spectrum analyzer for detecting the signal, and here is the basically a touch screen which controls the smart comb and it's basically a copy of what we can do also remotely with the laptop. so in this case we will work with the laptop. so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would need to do to switch it on is go to this drop down menu and change from standby to frequency comb. so what you see here is the repetition rate of the smart comb, and here in the other box is the carrier envelope offset frequency. so the repetition rate is fixed to 100 megahertz while the CO frequency is up to 10 megahertz. so what we are going to measure it's a real laser that you can see here, a CW laser. what we did before is basically measure it with a wave meter so that we really know in which mode we are working. so this is already set. so while I was speaking the repetition rate was locked and now it's fully green, ready to go. and also the CO frequency it's locked already. it usually takes around 30 seconds so it's pretty fast for having both of them work. okay so now that everything is set let me plug in the CW laser. okay one second and then let's look at the spectrum analyzer. so what you see here is the bit signal of the CW laser with the with the comb. and just to figure out what is the sign of this bit signal because it can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but we will see it better later on what I will do is to change the repetition rate and then you will see how this will move. so if I go to the software I click here and then I start switching this up so you can see how it moves to the right so it increases. what it implies that the bit signal is negative so this will be useful to later on calculate the proper frequency of the laser.so if we now go to the software analysis and if I click center what you see here is the signal of the bit that goes up to 31 megahertz so knowing this and knowing that is in between 5 and minus 5 megahertz we have already fully characterized the the CW laser.so I will now explain a bit how we really determine this this sign of the of the bit signal so but this is everything that you would need to do to measure properly the frequency of the CW laser.so see you in a second. hi again so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here is how we determine the sign of the bit signal and also the frequency of the CW laser that we are measuring.so what you see here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requency cone that we have already seen throughout this webinar so here you see all the different modes and the spacing will be the repetition rate.so as we have said the frequency of the CW laser will be given by the frequency of the mode n that we already know because we have measured it with a wave meter and also the frequency of the bit.so if you see here this red line could correspond to the frequency of the CW laser that we want to measure precisely and here we have the mode n that we already know so the spacing between these two is the bit signal and a way to know if this is basically to the left or to the right of this of this mode is by increasing slowly the repetition rate so when we do this you can see that the bit signal increases as we saw in the spectrum analyzer this implies that the frequency of the CW laser lies to the left of this mode so we need to subtract the bit signal to the frequency of this mode so just by doing this this we have already measured as I've just said in the spectrum analyzer and also later on in the analysis software we saw that the bit of the signal was 31 megahertz or so so with this we just figured out what is the frequency of our laser and that's it thank you uh好的 thank you center uh that we'll continue to use the next one uh刚才讲完了这个高进步的频率计量 uh we're going to say 一下这个光学频率书作为一个频率参考的一个应用 uh we can see 到呢这边 uh光学频率书上面可以锁定六台的这种 CW 激光器上来呃那锁定的原理呢其实和刚才提到的光学频率书锁定到光参考上的一个结构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这边我们光输是一个参考而这个CW激光器是一个带锁的一个器件 然后锁定以后呢其实我们这个这这这这么多台的CW激光器都可以获得一个光输的熟食的一个呃现款 呃基本上也就是在亚核子量度这边是一个实例呃在德国的马普光学呃 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呢他们把七个实验室的呃大于二十五台CW激光器同时锁定到了一台曼露的FC1500光输上面 那这个光输呢参考到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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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这种波长比较多的系统呢 它是什么样呢 其实也就大了一些 主要是多了一些 跨步单元 可以扩这么多的一个频率点 出来用于CW激光器的一个锁定 这边是做了一个八台CW激光器的 同时锁定的一个这么一个系统 这边也有多了八个拍屏单元出来 那另外呢 这个小型化的光输 也可以作为一个频率标准 或者说可以把其他的CW激光来锁上来 那这边是一个德国宇航局 用来监测温室气体的这么一个实验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SmartCom是第一台上飞机的这么一个光输 那这个飞机呢 是由德国宇航局提供的这种高海拔 长距离的一个研究用的小飞机这么小 所以说其实这个飞机应该是比较颠 那这个实验呢 是用到了一个查分吸收激光雷达的一个方法 这个他们在飞机上带了一个这么1572纳米的一个CW激光器 用这个CW激光器来测量这个气体的一个浓度 那么这个CW激光器呢 由于它海拔呀 由于气压呀 温度呀 包括颠簸呀 这些震动 这些因素的影响呢 它会它的频率并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SmartCom来测它的一个频率 那测量的一个曲线呢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曲线 我们可以从这个测量的一个CW激光器的频率上呢 看到这个它的比如说它锁向电路 这个CW激光器的锁向电路呢 是不是在工作 是不是会失锁等等 那其实另一个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后补偿的办法 把这个CW激光也锁到这个光输上来 那另一个 其实光输在天文方面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 这个叫做天文光输 比如说这个在南方天文台的这个HAPAS 3.6米的一个天文望远镜上面 它要用到这个天文光输18GHz的一个天文光输 来来校准它的光辐液 那么这个光输液呢 传统的办法是用这种涂鸦灯的办法 那种涂鸦灯的办法呢 和光输相比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这边两个通道呢 A通道是这个 其实一般测量里面 A通道是一个星光 B通道它是一个光输的一个谱 那这边A通道呢 我们为了来对比呢 是一个涂鸦灯的一个谱 可以看到这个涂鸦灯的谱呢 它是一个在频率以及强度上 都是一个非常不均匀的一个分布 那光输呢 相比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频率的一个校准的设备了 那值得一提的呢 是在我们中国国家天文台的星龙观测点 它的2.16米的这个望远镜上也安装了一台 257Hz的门楼的天文光输 好那说完这个光输作为频率参考以后呢 还有一个应用 是光输在在这个Fiberlink里面的一个应用 这边刚才说到了天文 这边也是一个天文的应用 是一个超常机线干涉的应用 超常机线干涉呢 它是通过把这个射电望远镜 就是相隔比较远的两地的射电望远镜 同步起来的一个办法 那增加这个射电望远镜的一个有效的口径 那这个口径呢 可以相当于是两地的这个距离的一个等效的口径 那在这种办法里面呢 如果它的需要它的时间同步的一个中差 非常的好 相位造成非常的低 但是呢 如果我这两地的一个中 它是不同的一个中呢 会造成两地的这个中差消不掉 然后会引入比较大的一个测量的误差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一个中 然后传到两地的办法来 消掉这个中引入的这个一个相当于个部门噪声 那这个边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在意大利国家计量院 我们把色泵泉中的信号转过来 把光输锁到这个相当于色中上面 色泵泉中上面 然后呢 用一个1542纳米的一个CW的转移的激光器 Transfer的一个Laser 把它传到把这个中信号传到光纤里面 通过传了1739公里 传到了另一个这个射带望远镜这边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一个相同波长的一个CW激光把它来接下来 再来探测它的射频来探测它的一个中信号 我们就实现了这样一个中信号的一个通过光纤网络的一个分发 那光输呢 起到了这个转化这个中信号的一个作用 那除了意大利呢 其实欧洲的一个整个的光纤链链路 他们的一个受识的一个体系呢 这个受识网络呢 也是通过一个地上的一个光纤网络来形成的 包括了德国 法国以及英国的国家计量院等等等等意大利的 然后通过这种光纤网络来连起来 通过光输把这些标准的色中呀 或者是其他的微波中甚至光中都连起来 来进行一个组合的一个应用 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好 那就到了今天最后一个应用了 是一个双光束光谱的一个应用 那双光束光谱呢 其实可以对比类似于传统的一个复利液变换的一个光谱 那不同的是呢 我这边用了两台光束 那省去了一个本来的这个复利液变换光谱仪里面的一个运动 运动的一个部件 那省去了这个部件以后呢 相应的我们还省去了一个光谱仪 因为没有这个运动币 那么我们也没有运动币带来的一些 比如说测量时间 比如说这个准确度的一个限制 那么我们可以在毫秒量级就扫一个谱 那并且这个分辨率呢 可以达到一个光束的数尺间距的这样一个分辨率 那这边是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原理 那两台光束 它们的谱在进行一个拍片 那我们看到这个谱 它两台会相差一个频率差 一个重复频率的频率差 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把它可以拍到射频以后呢 它第一根数尺拍下来是零 那第二根数尺和第二根数尺拍下来 是一个delta f 一次这边是二倍的delta f 一直到n倍的delta f 这样把这个光 两个光学频率书 拍到了一个射频的射频书 那相应的把这个光谱的一个 比如说气体的光谱的一个吸收线呢 也拍到了射频来观察 这样做非常的 就是说提到刚才提到的那些优点 我们都可以做到 那这边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测量结果 是对一个以缺的一个吸收线进进行了测量 分辨率是达到了一个数尺的 一个menode的 扁形的一个乘务频率 250兆 那这边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点和hatchin的数据库 fit的非常好 那然后呢 它的动态范围也非常大 这边它的强度只有0.1 这边的强度有三点几 那都可以测出来 而且非常的清晰 信造笔 都是一个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那这边呢 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句题 然后我们menlo和瑞士的EPFL合作的 Kippenberg组 他们合作的一个双光输的项目 看到这边呢 就是一个整个的双光输系统 也是集成在这样的一个机柜里面 包括了所有的光学和电学的设备都在里面 重复频率是250兆赫兹 重频差310赫兹 那这边呢 桌面上还放了两个 一个是参考激光 一个普通的CW激光 作为两个光输的一个光参考 这边一个放大器 适用于做他们后续的一个实验 两台都放大到了430毫瓦 用于做他们的一个 中红外的一个光输 打到他们的一个 南华硅的一个播导里面 做中红外的一个光输的一个扣扣 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这边的这个文章呢 那郭海人老师的这篇文章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双光输的应用 或者说是包括原理和应用的一个文章 欢迎大家去看一看这篇文章 那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下面是就是回答问题的时间 谢谢大家 我这边看到的问题呢 有这么多个 第一个超纹激光参考枪里面的反射镜 就是用的 到Labs的晶体膜反射镜吗 可以用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翻到前面 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 这个7-16 或者更低的一个-16的一个宁度 我们是用这种晶体膜反射镜来实现的 光束自身引入的一个噪声 你测的时候还是用闷漏自己的一个 大概-15量级的一个超纹激光器来测的 那就是测的这个结果是五层式的 并也并没有用到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员来测这样一个指标 下面的问题 超纹激光器稳定度作为参考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当然这种-18量级的稳定度 它都是这个光束参考的光参考上的一个稳定度 那其实我们之前的datasheet 还会标光束参考的射频参考上的一个稳定度 是在5还有2×10的-12次方大概这样一个秒稳 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也是满足的 下面负频率的意思就是CW频率在拍屏 在拍屏数值左边 对 第五个光纤光束会被微箱光束淘汰吗 这个我觉得微箱光束的技术目前还不是特别成熟 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噪声太大 然后对于这种高稳定度高准确度的测量来说 我一般不会用到微箱光束 那其实光纤光束我们看的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做到这么小 而且它的稳定度已经可以达到-16次方量级 那其实微箱光束怎么说呢 它如果加上一些环境隔离的东西 它可能加上一些电脑 加上一些拍屏 加上控制 它的体积是不是也会更大呢 对吧 第六个问题怎么改变重复频率 重复频率一般我们枪里面有一些反馈的器件 比如说快的有EOM M的有压电陶瓷和电机等等等等 我们都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变 第七个每根输尺的功率是多少 做过用来问评吗 这个问题非常专业 我看一下 这个后面 再作为频率参考这个地方 那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地方放了四个放大器 然后每一根的每一个放大器 它其实大概覆盖两个波长点 或者说是比较近的 比如698和689这两个波长点 那来保证每一根输尺的输尺能量达到一个最大 那其实我们还有那种宽谱的一个输尺 比如说那种超连续谱的一个输尺 那个其实也可以用来问评 但是它的输尺功率比较低 因此我们门楼不推荐用这种 用那种宽谱的500到1000到2000那种超连续谱来问评 我们会把这个频率就是单点的频率做到非常高 保证每一根输尺的功率非常大 这样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拍频信号 非常信号比非常高的 来是锁定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然后 对 然后它长期也会非常稳 还有重频差大了测量速度快 会影响测量精度吗 不会测量速度快 会就是两次测量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测评里面 测评里面如果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额短的话 相反会让这个精度更高 因为这个CW激光企业在飘移 而且这个重频差大了的话 我们最后列一个公式会发现 它的会让这个代测激光和这个光束自身的一个数值的 噪声的影响降到最低 多播长CW同时拍频 信号比都能同时保证30dB以上吗 可以 F2F又叫自参考测量 想问一下自参考体现在哪里 自参考呢 其实就是说我用的 我理解啊 因为用的是我这个光束自身的数 都用的都是光束自身的数值 而没有用到其他部分 就是这个地方我拉出来的两根数值呢 都是光束的自身的数值 而不是其他地方额外的一个东西 十一 如何实现宽带高重频 这个其实是两个问题 而高重频呢 它是 它其实是 就是枪比较短 它的重频比较高 但是这个里面啊 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要去克服 那宽带呢 其实就是MENLO的FIGUR9的这一整套专利 它里面在啊 在这个FIGUR9的枪里面呢 它引入了好几个这个电光调制器 来实现一个快速的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可见光波长 比如578纳米 698纳米之类都可以直接跟超连续谱 排出高新造比吗 这个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 相比于超连续谱呢 MENLO是推荐这种单点的 我们把单点的这个频率来提到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方法 当然超连续谱它的新造比会拍屏的新造比会相应的低一些 不过呢 这个新造比低也许就是我们做测评 也是够的 但是波波长用来锁定的话 我们是不推荐的 还有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了 呃 请问MENLO公司考虑过片上光输吗 比如EPFL进行广泛研究的单化硅 呃 片上集成的光输啊 其实呃 有一些内部消息就是MENLO现在已经在做相关的研究了 而且我们呃 在大概在十年前就和EPFL也有过合作 呃 那我们现在呢 也在自己也在致力于这个呃 微箱光输的一个研发 呃 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呃 今天的呃直播就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呃 踊跃的来呃进行一个对我们这次呃研讨会进行一个反馈 呃 呃 我们也会对呃前100名的一个呃 呃 回答的呃 观众的随即抽取我身上的这件呃 MENLO定制的一个T恤呃 呃 我这个是一个样品现在是第一件 欢迎大家来进行一个反馈 呃 那那好呢 今天的呃 呃研讨会就到这里 呃 呃 我们呃 下次见 我们还有第二次的研讨会 呃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嘉宾的精彩分享和大家的惊奇参与 如果需要观看直播回放 大家可以扫描蓝色二维码 关注光电汇欧一秀微信公众号 进入点击直播回放 即可购买课程观看 我们也为本次会议建立了交流群 欢迎扫描橙色二维码申请入群 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 光学手册持续热销中 现在加购还有好礼席优惠 欢迎咨询